接到一封打單信 什麼叫打單信呢? 是在聯會 我們浸聯會 ABCW American Baptist Churches of the West Women Ministry 婦女福音簿 寫一封信給我 說我欠他們錢 欠他們七元 但為什麼我欠他們七元呢? 因為我還沒去加拿大之前 他們請我港渡 請我去婦女的港渡會 請我港渡 我那天去的時候 在那裡吃飯 吃飯的費用就是七元 其實我早就已經給了 吃飯後 在未走之前 我已經很害怕欠他們錢 已經給了 不過我用現金給 我還給八元 本來是七個半 其實他們欠我五毛 但我忘記了 他們寫一封信給我欠他們錢 就是說欠七個半 後來我打電話去告訴他們 其實你們欠我五毛 那五毛我不算了 不過你們搞清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欠人錢 如果你試過欠人錢 或者欠人的東西 你會發覺你的心很不舒服 特別是中國人 我們一起去喝茶 人家請了 那你怎樣 心很不舒服 不行 他請了我今次喝茶 我下一次都要請他喝茶 所以後來 大家可能請來請去 但他忘記了 很麻煩 所以後來我們那些弟兄姐妹 出去吃飯的時候 現在都改了另一個制度 不要你請或他請 大家 AA制 大家請大家 不用記住 我有沒有欠你一頓茶 或者我有沒有欠你一頓飯 在我們心裏 我想當我們面對一樣東西 我們好像欠了人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想我們的心都不太舒服 我們叫做什麼 好像欠債 欠債要還錢 今天我們都是說債 不過這個債就是保羅所說的債 聖經裏都有說債嗎 有 今天讓我們可以從保羅身上學一學 究竟保羅欠了什麼債 如果大家手上有聖經的話 請你打開羅馬書 第一章 羅馬書第一章 在新約聖經 第209頁 第一章 第13至17節 羅馬書第一章 第13至17節 如果找到的話 就請大家聽我讀 保羅這裡說 弟兄們 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 我屢次定義往你們那裡去 要在你們中間得色果子 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 指示到如今仍有阻隔 無論是欺利利人 化外人 聰明人 愚絕人 我都欠他們的債 所以 情願盡我的力量 將福音也傳給你們 在羅馬的人 我不以福音為此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 後是欺利利人 因為神的義 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意是本於信 以至於信 如經上所記 二人必恩信得生 在這裏我們看見 寶羅對福音的態度是怎樣 是覺得好像欠了一個債 自以覺得 我欠了一個福音的債 很欠債 為何寶羅要晚這麼定義 經常都要去羅馬 在這裏說甚麼 他說寶羅定義要去那裏 是定義要結謝果子 即是他決定了 我要去羅馬結謝果子 即是有一些基督徒等等 將福音傳給他們 但他自己本來 寶羅自己本來 就是羅馬籍的人 羅馬籍的猶太人 就像我們現在是 美國籍的中國人 但這個寶羅 從來都沒有去過羅馬的京都 所以他就覺得 他很想去到羅馬的地方 將福音傳給那裏的人 他覺得自己好像欠了一個債 其實債是甚麼來的呢 債是一種負擂來的 你試過欠債沒有 你試過欠債沒有 試過欠個人的東西 那是怎樣 我自己就 剛才說過 我很怕欠債 因為欠債的時候 心裏覺得很不舒服 都好像 有一種負擔 覺得好像 有些東西是未清償 未清還完之後 一個心好像 沒有一種平安的心 我們很多時候 聽見人家說 欠了你的甚麼 不讓你不行嗎 欠了人的東西 就是不讓人不行的 那寶羅就是有這種心態 欠了人的 是一種甚麼 是一種責任 就是你不做都不行的 你不玩都不行的 寶羅就是用這種態度 去傳福音 我們想一下 我們自己 得到福音 是不是你突然間 好了 我去信耶穌了 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的 多數是怎樣 多數都是有人跟你說耶穌 告訴你耶穌基督的福音是甚麼 帶你去教會 帶你去團契 然後你才會 開始有機會認識 所以其實是有人跟你傳的 有人幫你傳的時候 那你又怎麽可以 不把這件事傳給其他人呢 中國人有句話叫甚麼 叫做 老爸養仔仔養仔 其實也可以說 媽媽養女女養女 但是 在熟靈的生命裏 其實也有同樣的一個道理 就是甚麼 別人 即是你熟靈的爸爸媽媽 生了你 在熟靈的生命裏 教養了你 然後怎樣 然後我們自己呢 又要去 繼續生養其他的人 和教養其他的人 我這次講 特別是講這個 熟靈生命上面 所以呢 我們生命 到了過年的時候 恭喜別人甚麼好呢 你恭喜別人百子千孫呢 其實你可以說 是熟靈 百子千孫如果真的就不好 又不知怎麽算 但是 如果你是在熟靈生命上面 能夠百子千孫的話 這就是一個祝福 我們有沒有 覺得這是我們的責任呢 保羅呢 對這些羅馬人呢 他就有這種感情 就有這種感覺 覺得他自己欠了他們福音的債 覺得他自己 有一個責任 要跟他們傳福音 今天我們很舒服 坐在這裏 但是我們有沒有覺得 我們欠了中國人的債 福音的債 有沒有覺得我們欠了這個灣區 一些中國人的債 福音的債 這裏 很多中國人在裏 但是我們見到 基督徒的比例 只不過是很少 但是我們見到 那麼多的中國人在裏 海外華僑在裏 我們自己也是海外華僑 我們有沒有一個特別的心態 是覺得 我需要去跟他們傳福音 我好像欠了他們這樣 這個問題是什麽呢 就算不要說其他的人 在我們自己的親友裏面 你有沒有覺得 你是欠了他們福音的債 你有責任去跟他們 跟他們傳說 耶穌基督的信息呢 保羅在這個肥立比書 一章二十七節裏面說到 我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 站立得穩 為所信的福音 齊心努力 這件事很重要 保羅說他一同做什麽 一同相信 然後一同站立得穩 然後一同齊心努力 去做什麽 去興旺福音 為了福音的緣故 所以這裏講到 傳福音 這個是一個整個教會 傳福音的事工 而不是只限於在教會裏面 某一部份的人 會說 你做執事 特別是傳福音與外展部 你去做福音的工作 不是 而是什麽 在神裏面 他聖經的教導裏面 我們一起做 所有弟兄姊妹都一起做 因為我們所有 都是蒙恩得救的人 我們都是神的兒女 所以我們都要參加其中 和投入這個工作 同心的努力 目標是什麽呢 目標就是向我們周圍的人 傳福音 指出 給他們看見 神的大能是什麽 傳福音 不只是牧師做的 牧師當然要做 要做第一 為什麽呢 你看看寶羅 寶羅做不做 寶羅當然去做 他自己說 他自己很盡力地去做 寶羅他自己都去做 所以 但是不可以只是一個人做 因為一個人做的力量太有限 而大家一起做的時候 一間健康的教會 是越多弟兄姊妹參與事奉 那間教會是興奉得愉快 如果越多弟兄姊妹覺得 每一件事都是我的責任 我都要幫忙做的 自動自覺 不用人叫的 那間教會一定會興奉得很快 為什麽呢 只要弟兄姊妹一起做 要盡力去做 你可能說 用什麽我啊 我是一個無名小卒 不用了 他去得了 但我告訴大家 今天教會最需要的 最需要的 不是那些有名的英雄 而是那些無名的英雄 是教會最需要的 為什麽呢 你看一下打仗 在打仗裏面 每一場戰爭都好 沒有什麽例外 每一場戰爭 一打贏 那些無名的英雄 其實是最重要 可能他只不過是一個兵仔 但是當他去守住 他兵仔要做那件事 他要去送那件事 他要去送到 他要去做那個mission 要去做那個職位 那件事 那個命令 他去做到的時候 這個就是奠定了那場仗 他們打得贏 所以今天 無名的英雄是最重要的 在教會裏面 每一個弟兄姊妹 當我們去侍奉的時候 其實無名的英雄 才是真正的英雄 為什麽呢 因為有名的英雄 可能是為了名 可能是為了利 可能是為了某些東西 他們去爭取 這個爭取 可能是有參加一些其他的動機 但是無名的英雄 不是為名 不是為利 為什麽 為一個正確的動機 為了那個動機 是純正 今天 我們為什麽要去傳福音 不是為名 不是為利 而是為什麽 而是為了我們的外國人 為了忠於主耶穌基督 祂那個託付給我們 這就是一個很純正的目標 當我們有一個純正的動機 我們去做的時候 你會發覺 神的能力 就與我們同在 神祂就會支持我們 神祂會了解我們 祂會保守我們 祂會成全我們 為了祂的事奉 當我們事奉的時候 當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是為了主的時候 我們內心是充滿喜朗 有一種的滿足 可能全世界都沒有人知道 你做那件事 但是 當全世界都沒有人知道 你去做那件事 你去做的時候 耶穌基督 主耶穌基督 神知道 祂亦都了解 祂亦都欣賞 祂亦都接納 當每一天 你站在耶穌基督前面的時候 全世界都沒有人知道 但無所謂 因為我們愛我們的神 祂知道我們在做什麽 這件事是最重要 這件事 就可以令我們覺得 心滿意足 今天 一些的無名英雄 其實就是教會的希望 我願意大家都有這個心態 肯做一個無名的英雄 這件事 對教會的成長來說 每一間教會都是很重要 神母從來沒有說過 要有很高的資格 你一定要有很高的學歷 你要有很紅厚的家底 要有很好的口才 你才可以要傳福音 神所託父我們的是什麽 神所託父我們的就是 好像保羅說 去盡力地做 我們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恩賜 但是神要我們的就是 我們互相的配達 譬如好像剛才三個小朋友 跟我們去拉那個小提琴的時候 這個是一種的侍奉 他們練習了很久 他們要一起夾 他們學了之後 要一起夾 一起回來練習 然後才可以去侍奉 他們都需要付出代價 小時候他們開始學這一點 今天當我們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學習 在我們自己所有的恩賜的範圍裏 我們自己好好的 盡上我們的能力去為主 去傳福音呢 保羅說什麽 他説 我情願盡我們的能力 將福音也傳給 在這個羅馬裏的人 但是盡力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究竟我們有沒有盡力呢 或者你為傳福音這一點 你可以做些什麽呢 跟著在這個十六節和十七節裏面 就講到福音的大能 為什麽我們要盡力去傳福音呢 為什麽我們要盡力去傳福音呢 福音本是什麽 神的大能 我想大家特別注意神的大能 以及講到這意是本於順 以至於順 我們首先要對這個福音 我們所聽的福音有這個信心線 但要知道呢 耶穌基督已經是一個什麽 是一個聖過死亡 權勢 聖過撒旦權勢的主 有哪個人我問你 有哪個人可以告訴你 死完之後可以回生的 第三天之後復活的 有沒有 沒有一個宗教可以說 他們那個宗教的領袖是死完之後可以 可以復活的 現在還沒有生生的 與我們同在的 沒有的 弟兄姊妹 我們的福音是一個很特別的福音 是一個我們有其他宗教沒有的福音 因為我們的主是一個復活的主 祂亦是一個像我們能力的主 像生命的主 耶穌基督說什麽 祂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如果不是借罪我 沒有人都能富那裡去 耶穌基督又告訴我 祂就是生命的良下 祂是活水江河 那些人喝了水的會再渴 但是喝了這個活水的 可以永遠不會再渴 意思就是說 我們生命裏面有一些的 有些的需要 有些的渴求 這些的需要渴求 在神的裏面 我們就能夠得到滿足 能夠得到飽足 福音可以改變人的生命 沒有盼望的可以有盼望 本來沒有能力的 突然間變得有能力 沒有愛心的 可以慢慢變得有愛心 最容易發脾氣的 但是信了主之後 可以突然間 皮性完全改變 不是很快 一下間 一個過程的改變 不成熟的可以變得成熟 人與人之間破裂的關係 可以因為信了主之後 得到這個和好 心靈疾苦的 可以得到醫治 有罪的捆綁的 可以得到釋放 所以怎樣 所以就是因為這些福音大能的緣故 我們就需要事事 憑著信心的 將我們的見證 去和其他人宣告 我們 記不記得 耶穌基督整天說的一句話 耶穌基督整天說的那句話 是什麼呢 就是 照著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 是吧 很多時候 不如有人求耶穌 醫病啊 趕鬼啊 那些 通常耶穌基督都說 憑著你的信心 照你這樣去成全 耶穌不是說憑你的能力 照你這樣去成全 今天當我們去事奉的時候 福音的火花 要繼續傳開的時候 不是憑能力 是憑什麼 是憑信心 因為這裡說到什麼 這個是一個 主耶穌基督定的目標 它說到這意 是本於順 以至於順 所以我們那個信心很重要 昨天呢 我們在詩班裏面 我們通常詩班唱完詩之後 我們都有一段的靈修時間 有一個見證的時間 有三個弟兄姊妹 就幫我們見證了一些的東西 今天其中一樣 就是講到 剛才我拿了 Fred說他的血壓降低 我說下回分解 為什麼呢 就是現在來幫你分解了 那 Fred就告訴我們 其實他 因為媽媽患了這個 胰臟癌症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 其實對Fred來說 就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心理上的一個壓力 看見自己的親人 不舒服 看見自己的媽媽 所愛的人 有病的時候 我想都不會是一個 好過的時間 所以呢 因為他不舒服的緣故 心情不舒服的緣故 他就睡不著了 整個晚上都睡不著 上個星期日晚上 整個晚上都睡不著 結果翌日起床的時候 嘩 發覺量一下自己的血壓 就高到不得了 都很害怕 所以立刻去看醫生 醫生跟他說 如果你的血壓真的很高 不過如果你的血壓繼續這麼高 你就要吃藥了 他又聽到 如果要吃藥 一開始吃藥 就要永遠吃藥了 所以很害怕 不想吃那些高血壓的藥 可能會有些差效 所以呢 但醫生叫他 這個禮拜你不要吃鹽 然後到星期五的時候 你再回來檢查 檢查完之後 如果真的還是高 你就要吃藥了 不高就不用吃了 於是就去祈禱 有什麼辦法 不要吃鹽 但一直到星期四晚 那些血壓仍然非常高 都沒有辦法 那晚睡 不過那晚好像睡得好些 然後到星期五 然後就去覆診了 那怎知道很奇怪 去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幫他一驗 那些血壓不知為何 完全正常回 那就完全正常回 所以他不用吃藥了 那這個原因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 星期四又不低 星期三又不低 又不星期六低 就是星期五 早上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血壓突然間就正常回 那當然跟他不吃鹽有關係 所以你繼續不要吃鹽 那麼多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 神他自己有他的時間 亦都在這段時間 答覆了我們一個討告 討告 我想我們很多弟兄姊妹 都有為阿Fred討告 身體討告 答覆了我們一個討告就是 神是一個聽我們討告的神 神他是一個 當我們有信心 我們去踏上的時候 神讓我們在這個生活裡 我們去經營他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Sinley又幫我們祈禱 又幫我們分享 他就要在提摩帶茶經 帶完茶經之後 剛剛讀完之後 就說很清晰很明朗 知道在患難中要起落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朋友邀請他 其實也不是說要準備跟他講道 但是呢 怎樣說呢 在電話裡邊 一邊講電話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有這個機會 問到他的朋友 問我你講什麼主題啊 那麼他就開始講了 那麼他又可以好好地 在好一段短的時間裡邊 去將神的訊息 聖經裡邊的華語 怎樣在患難裡邊 都能夠有起落 去跟他的朋友分享 他朋友聽完之後 哎呀 我也很想來啊 今晚 還有呢 我覺得聽完之後很大幫助 你發覺這個又是一個什麼 有一個很奇妙的見證 當我們有這個信心 我們去願意跟人分享神的訊息的時候 神就會給我們一些機會 會支援我們 會使用我們 讓我們成為一個器皿 另外呢 第三個呢 就在師班裡邊分享的 就是阿Match Match呢 去釣魚啦 上個星期四去釣魚 那他釣魚呢 早之前呢 其實呢 因為我呢 我就很雲朗的 我一上船 我就暈到睡在那裡了 所以呢 我沒有去 但是他就說 如果我釣到魚呢 我就做個魚頭給你吃啦 那所以呢 他也都答應了一些 弟兄姐妹 提安太太的弟兄姐妹 如果釣到魚呢 就分些給他們吃啦 那所以他就去釣了喔 那釣極都釣不到喔 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又沒有什麼魚啊 那他就開始祈禱了 他說死了 我答應了 朱牧師就做個魚頭給他 又答應了一些弟兄姐妹 就做些魚 哎呀神啊 就是你給我釣到條魚啦 可以跟他們分享 那為什麼要釣完肚之後呢 突然間他就釣到了喔 釣到條 都幾大呀 那個魚頭都這麼大 那條魚可能都很大 那好啦 那釣到條魚之後呢 那跟著呢 旁邊有一個 另外一個年輕人呢 那就 就 就發覺 好猛啊 釣來釣去都釣不到 那呢 那 那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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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呢跟他說 不要緊啦 我釣到兒我祈禱嘛 你祈禱嘛 你祈禱嘛 你祈禱你便能釣到了 那我幫你祈禱 那下一次如果再有魚想釣的話呢 即是那條魚就是你的啦 那於是呢 那就回到他的位置et 又去祈禱啦 哎呀 真是好慘啊 釣你也釣不到 求神你被他釣到了 結果呢 又有魚想釣了喔 那這次有魚想釣呢 他便感覺到的啦 馬上叫那個人來 那個人來到 搞來搞去搞去 把肝給了那個人 就是那個朋友 那個朋友就搞了 搞了一條魚上來之後 我發覺也是一個 salmon 但是那條魚剛剛就欠了 多少 一個quarter 那麼多個寸 就是欠了四分一寸 不夠大 就是要丟下去 那你說 哎呀神啊為什麼 你聽了那個討告 但是為什麼欠了四分一寸 為什麼呢 結果那個人就說 不要啦 不如拔長這條魚 量夠它 有沒有條舌可以拔長它 可以量夠 那個船主說不行不行 罰得很重 如果被人抓到的話 可能罰得很貴的 所以也是要丟下去 結果丟下去 後來呢 原來就發覺 當這個人祈禱的時候 就是這個朋友 祈禱的時候 其實他很討厭吃三文魚的 他還在想 如果釣了一條三文魚回去 他媽媽逼他吃 他就不知怎麼辦 所以其實他最想是什麼呢 他最想就是搞一條魚上來 那個動作 那種滿足感 神有沒有聽他的吐告 神聽了他的吐告 被他搞了 但是呢 神知道他不吃三文魚的了 所以你還是放一條魚回去 讓他再活幾年 你發覺 弟兄姊妹 你坐在這裡聽見證的時候 你會覺得 嘩 很小事 釣魚這麼小事都去求神 釣不釣到 如果每個人都去求 是不是每個人都釣到 我告訴大家 當我們去討告的時候 你的動機正確 以及你的態度正確 就是說 我求神給我一些東西 其實可能不是釣魚 可能是其他的東西來的 在你生命裡你需要的 你求神給你 當那樣東西是對的時候 然後呢 你將那個決定交回神 即是你將那個決定 譬如剛才說 Fred說他的血壓怎樣 我們不知道 但將那個決定交回神 告訴神 神我知道我這件事 我祈求你是這樣的 我將我所需要的問神 然後我將這個祈求告訴你 然後那個決定是怎樣呢 即是你給不給我呢 你的安排是怎樣呢 我交在你的手裡 因為我知道你有更好的安排 我知道你有更美好的安排 這個是對神的信心 慢慢在小事上去學習 所以弟兄姊妹 討告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不祈禱 熟靈的生命裡 討告是呼吸來的 所以在生命裡 大小事項都好 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去向神祈求 我們去學習信心 去信服 記住信服 我們不要當神是阿拉丁神的燈 我們不要當神祈求神 你怎樣呢 你就要幫我成就 某一件事 我要大生命 你就給他大生命 我要鑽石戒指 你就給我鑽石戒指 不是 神不是一個這麼低層次的神 神祂給我們的東西 都是對我們好的 所以聖經裡面說什麼 萬事萬物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的益處 就是這個意思 萬事萬物互相效力的時候 跟著叫愛神的人得到益處 那個益處這件事很重要 有時我們想的東西 或者你想的東西 未必是對你有益處的 或者未必是對我們有益處的 是不是 如果我們肯信服神 我們知道神是一個慈愛的神 是一個大能的神的時候 你有這個信心 我知道神給我遇到的東西 都是對我好的 都是要對我有造就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願意去信服 所以我們的本分是什麼呢 我們本分就是祷告 祷告去做一些衛城 去做一些大事 福音的大能 然後 然後 將這件事交給神 因為只有有信心的人 才可以去做一些超過祂能力的大事 明白的意思嗎 只要你有信心 你才可以做一些超過祂能力的大事 而因為那件事是什麼 那件事不是我們做的 因為那件事是神做的 我沒有這個能力做 但是神有這個能力 可以通過我們做 當我們做福音的工作的時候 都是這樣 不是我們做 而是主祂自己做 祂的靈去動工 所以這段聖經說 這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去救一切相信祂的 我們的本分就是什麼呢 我們的責任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宣講 見證 傳講 傳達 去依靠祂的奇妙作為 所以寶羅說什麼 寶羅說我們去栽種 我們去囂灌 但是叫一棵種子生長的是什麼 不是我們 叫一棵種子生長的是神祂自己 所以神祂自己的能力 祂的大能 就會與我們同在顯露出來 有幾個目標 我想和大家分享 這幾個目標 我和你分享之後 我亦希望你代討 除了代討之外 我亦希望你附上行動 因為沒有行動的時候 這個福音的工作 是不會發展下去的 第一件事是近的 近的目標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陪寧會 我希望這個陪寧會的目標 可以做到什麼呢 可以做到大家弟兄姊妹的靈性 得到造就 可以讓大家弟兄姊妹 在這段陪寧會裏面 去被神教導 被神感動 然後我們的靈性 可以得到興奉 那要做到這個目標 又有一件事 就是什麼 你要來才行的 要有人坐在這裏 然後才聽到福音 聽到福音 然後才可以得到受造就 所以要有人來 那要有人來 我的目標是希望什麼呢 我們在陪寧會 兩晚一天 裡面 我們希望我們坐滿我們的禮拜堂 我們的禮拜堂 可以坐二百多人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坐滿個禮拜堂 或者坐得舒服的 坐滿個禮拜堂 然後這件事是目標 但是這樣 你要做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附上行動 你自己準備的時間來 第二件事呢 你帶親友來 特別是帶那些 他已經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來 然後呢 可能你參加祈禱會 去為這個陪寧會 我們去代討 在你自己的司徒裏面 我們去為這個事代討 代討什麼 代討求神 準備我們弟兄姊妹的心 準備講完的訊息 準備我們弟兄姊妹 接受這個造就的心 而第二個目標呢 我想是軟的了 軟的目標 我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希望我們做到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聚會人數 不是說我們有多少人坐在那裡 就是最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 我們除了人數多坐在那裡之外 我們還要質素好才有用 一間教會幾千人坐在那裡 沒有一個人是熱心事奉神的 個個只不過是聽眾 回來坐在那裡的話 那間教會不是一間興旺的教會 那間教會不是真正的教會 那群只不過是 It's not a church 那群是一群 audience 是什麼 是聽眾 來聽表演的 來聽說話的 所以教會 真正的教會 是要有生命在那裡的 等於與等於之間 是有一個熱切的關係 和神之間有一個很熱切的關係 這樣才有用 所以我要求的人數 是這一種的人數 但是一個教會只有20人坐在那裡 那就不用說了 而設極也是有限 所以人數其實也是一個指標 但是除了人數之外 那個質素都非常重要 那人數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1990年 我們那個平均聚會人數 我們中文堂 成立了四年 1990年年是第一年開始 2月18日開始 那年那個整年的平均人數呢 就是54.5 接著呢 到了1996年呢 我們的平均人數呢 就是62.6 那個是1991年 sorry 1991年62.2 62.2 然後呢 1992年了 即是第三年了 就是81.9 OK 那現在到1993年 即是去年呢 就是82.4 然後到1994年 即是今年 我們的前半年 即是由1月至到6月 我們的平均聚會人數呢 是85.6 那 你留意到些什麼的呀 你留意到 由1992年開始 1992年 1993年 今次94年 雖然每一年都有少少增長 但是我們都是平均留在80 幾 人數 這個位置 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很舒服 因為我覺得 現在聚會人數也不錯 坐滿大半 是不是 不需要覺得 好像我要傳福音 但是大兄姊妹 其實呢 我們坐滿多少人 不是最重要的 那個是被人看的 那個是什麼 教會的福音要增長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付代價的 所以呢 我今年的盼望目標是什麼呢 我們今年的盼望目標就是 我們還有五個月 八月至十二月 我們已經是85.6 我希望增加至少十五 即是說 我們希望到十二月聚會的時候 我們的人數 平均人數 可以去到一百 或者過一百 可以不可以 不是只看我 當然牧師要盡我自己的責任 去做大令的工作 去做發動的工作 但是呢 弟兄姊妹是很重要 弟兄姊妹 你的朋友是很重要 你有沒有去邀請你的親友 去信主 是很重要 如果那些已經他信了主的 回了另一間教會 我請大家弟兄姊妹 你不要叫他來 現在人家已經回到教會那些 你不要 他自己來就不同了 但是我請你 你不要去叫他 你不要參加你的教會 來我們的教會 不要 不要 聽著 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做的福音工作 不是要在這間教會找些人過來 所以我們可以增長 那個不是真正福音的增長 那個只不過是人數的調轉 那些叫做什麼 總之是人數的調轉 對福音增長的人數 沒有增長 所以我們要去做什麼 去跟那些 不信那些 他沒有教會的人 我們去請那些人 讓他們能夠接受福音的大能 這件事很重要 弟兄姊妹 你可以每一個月 你在這個通訊裡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聚會的人數是多少 我希望 我亦有機會 跟大家繼續去分享 去造成一個指標 第三件事 我們在這段經文裡 我們看到很重要的就是 福音的工作 是要有一個願意奉獻 犧牲 犧牲 受苦 的心智 在十五節裏面 寶羅說什麼 寶羅說 我不以福音為恥 為何 寶羅說我不以福音為恥 不以福音為恥 為何 因為當時的人 是當福音 即是信耶穌基督 是一樣羞恥的東西 為何 拿撒勒人 耶穌那個木掌 被人釘了十字架 死了 不過好像有人說 他第三天復活 很多門徒都好像見到他 當時信耶穌 是一種被人輕視的東西 如果按著羅馬人來說 做羅馬人那些更差 做羅馬人信耶穌那些 更被人看不起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猶太人是被羅馬征服的 而耶穌就是一個什麼 耶穌是一個猶太人 所以 當時羅馬人如果信耶穌的話 就很被人輕視 當日就差不多 好像我們在中國大陸 早期的時候 如果信福音 信耶穌的時候 就被人覺得 羊鬼子 吃羊教 羊奴才 沒用 那今天我們就好些了 為什麼 今天美國總統都是基督徒 而且在美國很多重要的位置裡面 都有很多基督徒在 所以今天我們其實 那個壓力已經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們都有壓力 你想想你自己去傳人傳福音的時候 待會那些弟兄姊妹去派單張 我們去年也去派過 你發覺你第一張單張給別人 本來我是一個教書先生 本來我是一個不知多威的學生 本來我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我做一份好好的工作 我要低聲下氣的 給別人單張 那個人還要不要 多激氣 我們有時都會以福音為止 有時我們跟朋友說 我們是基督徒的時候 被人冷言冷語一兩句 哎呀這些基督教人 怎樣怎樣 你不要跟我說耶穌了 一句而已 你的臉就馬上已經紅過紅雞蛋 覺得好不好意思 為什麼 其實當我們想深一層的時候 有什麼不好意思 有什麼害羞 有什麼害羞 因為我們所信的主 是一個真有能力的主 是一個真有深度的主 我派單張給他 他不要 他不是拒絕我這個人 他拒絕這張單張而已 所以大家 待會你一會 你派單張的時候 不要 take it personally 別人拒絕你這張單張的時候 你整個下午的心都不安樂 為什麼 因為我們需要有這個受苦的心志 需要有這個奉獻的心志 需要有這個犧牲的心志 你想想耶穌基督 主耶穌基督 他走上這個十字架道路 他由馬曹出生一開始 可能就已經有很多時間 直至上十字架為之 都有很多時間被人拒絕 有很多時間被人看不起 有很多時間被人羞辱 他全部都一一的忍受了 然後將他自己的生命 去傾留出來 就是因為這種的愛 去感動寶羅 寶羅也都將他自己的愛 去傾留出來 今天這種的愛 有沒有感動我們 有沒有感動你 你有沒有受耶穌基督 有這麼偉大的愛去感動 耶穌基督他自己 首先做了一個最大的榜樣 對於我們來說 被人拒絕一張單張 或者怎樣 算得是甚麼 如果我們可以為主受苦 為主犧牲的時候 其實應該人以為榮 應該覺得開心 大家想想 當你見到主的時候 你告訴主耶穌基督 主我幫你做了這些事 我為了你而做 你想想耶穌基督會說 我有忠心有良善的福人 你盜我這裏內 與我一同坐直 其實我們的奉獻 不是犧牲的弟兄姊妹 我們的奉獻是一種權利 我們今天有機會去侍奉神 其實是一種的權利 上個禮拜我們說到六神有主 生命裏面 我們要以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中心 我們要先求神的國 和神的義 這些東西都會加給我們了 我們不需要以福音為此 因為為甚麼 相反我們要以福音為榮 因為我們在主裡裏面的時候 這些一切的東西都要加給我們了 我們能不能夠為主受苦 是否有一個為全福音的心志 而奉獻的心呢 剛才師傍為大家唱的歌 叫做《只有這世日子》 我對上唱這首歌的時候 差不多年多之前 那晚是提摩泰團聚會 他們就選了這首歌 那晚我一唱這首歌 就哭到 憤怒了 為甚麼呢 因為我那一天 剛剛在旁晚還回頭文大團之前 我收到一封信 就是我一個好朋友 因為癌症 突然間影響心臟 突然間停頓 他就死了 即是過身 他之前還寫了一封信給我 告訴我他快要來美國 希望探望我 即是大家見面 我還在等著他 甚麼等都不來呢 我也不知道他的病情那麼嚴重 所以連電話都沒有打給他 當時我覺得很可惜的 當時我覺得 只有這色日子機會還在眼前 或長或短 總有一個限期 我們不知道 當時我覺得太遲了 我錯過了機會 我沒有機會再跟這個人見面 沒有機會再說 生命其實是很短暫 別人如此 自己亦都如此 我們有誰知道 我們自己一個人有多耐命 我們有多少個機會 所以我們需要珍惜這個機會 去傳福音 免得當我們見到主的時候 我們交象的時候 是兩手凶凶的 白費此生 然後到時 跟主說 或者跟自己說 哎呀太遲了 幸好我這個朋友 他是一個基督徒 所以我有盼望 我將來可以跟他在天國裡相見 但是我們有很多的親友 都未認識主的 是嗎 你願不願意將主耶穌基督介紹給他們 你願不願意將福音跟他們分享 寶羅說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今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福音的債 他已經還了 你又怎樣呢 讓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至於愛聖天父 來到你面前的時候 神啊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給我們有 主你自己的福音 你的愛 你的能力 與我們常常同在 你亦都給我們有永生的盼望 我們求主你給我們有能力 讓我們真是能夠 同樣的有這個愛心 將這個福音 去跟我們的親人 跟我們的朋友去傳講 求你給我們有機會 我們多謝你 我們亦都特別的將到 一會兒我們去排單張 將我們的出發的整個程序 我們交到你的手裡 求主你保守 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 都有平安 亦都給我們有力量 就是帶著主你自己的信息 我們帶著主你自己的愛 有這一份的熱誠 去將這些單張去傳給人 神啊我們多謝你 我們求主你 繼續與我們同在 我們這樣討告奉靠 耶穌基督聖明求 阿們 我們請大家一起唱一首詩歌 這首詩歌叫做 獻上今天 沒錯我們不知道每一個人 有多久的時間 但我們都願意 我們每一天 有一天的時候 我們都將生命的獻上 我們一起唱這首詩歌 獻上今天 我們大家一起起立好嗎 一起起立 我們唱完兩節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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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亞今天 盡發揮作奉獻 懷著規矩 戰略 而專心 成母集 人耳誠 心至堅 付必思外倦 卻尚似天上大榮面 將新心相顯 態度順一真知 應見守信心愛心不浮現 天天皆相顯 困倦毫不抱怨 要揭穿全力做上永不變 我們再唱副歌一次 將新心相顯 態度順一真知 應見守信心愛心不浮現 天天皆相顯 困倦毫不抱怨 要揭穿全力負上永不變